你好,欢迎您步入Math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描述对象的特征 也就是如何为类来定义熟性 那么在Python语言当中 类的熟性包括以下几种 实例熟性,类熟性,内偶熟性,以及特殊熟性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来定义实例熟性 那么什么是实例熟性呢 实例熟性是指类被实例化以后才会具有的熟性 因此我们称为实例熟性 一般这个实例熟性在init方法中来创建 并且促实化它的值 它的创建方式是直接使用及定义 也就是在类当中的任何位置 如果你使用了self.属性名的方式来使用 那么此时呢就定义了这样一个属性 当你第一次使用以后 也就是定义了这个属性 在类的其他位置 我想引用这个属性 仍然使用self.属性名的方式来引用它 那么这里的self 我们要注意 它代表的是类的实例 也就是这个类 它在实例化以后 那么由什么来引用呢 由self来引用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如何定一个类 并且呢 给它一些实例熟性 首先我们定一个类 让它保存一下 让它保存一下 我们定义一个在刚才这里面指定的这个方法 所以这里的self 仍然是指类实例化以后的类本身 也就是类的实例 比如我们给它定义两个类的实例属性 用self.a 也定义一个实例属性 如果我要在类的其他方法当中 引用这两个属性 a和b 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self.a来引用它 比如我们再定义一个方法 将这个属性进行输出 保存这个程序 在主程序中 首先将这个类进行实例化 由于这个实例属性 必须要在类实例化以后才能够体现 所以我们首先要实例化这个类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类的安护方法 这样我们就定义了一个类 让它具有两个实例属性 并且定义了一个方法 在其中引用这个实例属性 运行这个程序 可以看到它输出的是 a等于0 b等于10 也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类实例 tc具有两个实例属性的 a分别是0 b呢 它的值为10 那么这就是这个类的实例属性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实例的外部 也可以引用这个实例的属性 也就是引用方法 就是采用实例名 减属性0的方式来引用 另外还可以在类外来定义 类的实例属性 比如 我们给 我们在类外直接定义一个color属性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实例的 另外一个属性color 再次保存运行这个程序 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定义的这个实例属性为red 然后呢 它在输出的时候 直接用tc.color来引用它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在类的外部 来定义和引用类的实例属性 一般来说 我们在标准的面向对象编程的过程当中 很少使用在类外来改变类的实例属性 以及定义类的实例属性 以防止程序出现异常 这就是如何在类当中来定义实例属性 我们要注意的是 相同的类的不同实例 其实例属性 是不相关的 比如 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类 它具有两个实例属性 A和B 也就是分别为0和10 那么现在呢 我对它进行两次实例化 这是实例化一 这是第二次实例化 因此这个类就具有了两个实例 首先我在类外 对这个实例 它的属例属性进行修改 我让它的A 它的属性为100 B的实例属性为200 这时候我再分别输出 第一个实例的实例属性 和第二个实例的实例属性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出 第一个实例 P非 它的实例属性A为100 B呢为200 而第二个实例 实例属性的A 为0 B为10 也是数字化的值 所以同一个类的 不同的实例 它的实例属性 是不相同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不相关的 使用实例属性 我们还要注意的两点是 一般不建议在 Init这个方法之外 来创建和 初始化实例属性 这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防止 某个实例属性 还没有创建 就被引用了 那么此时呢 程序会抛出错误 而终止运行 另外呢 也不推荐 在类外 定义和修改 类的实例属性 那么修改 可以单独定义方法 这就是我们使用 类的实例属性 要注意的地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在这个方法之外 另外定义类的实例属性 会出现什么问题 比如我在这里面 重新定义一个方法 然后在这个方法中 定义一个实例属性 非 等于19 我将刚才的这些程序 注释掉 然后实例化 这个类 因为这个类 具有实例属性 非 所以按道理讲 我可以 首先 引用这个实例属性 也就是在实例属性的外部 来引用它 并且呢 对它进行输出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 这个程序 出现了错误 那么错误 原因就是 这个test class 这个类的属性 没有实例属性非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明明定义 和使用了 这个实例属性非 而在程序运行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提示 没有这个属性非呢 那就是因为 这个属性非 在 一方A当中 来定义的 那么我们在 这个实例 出实化以后 并没有运行 这个方法 因此呢 这个实例属性非 就不存在 那么你在引用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错误 如果你必须要 采用这种方式 来定义的话 首先你在引用这个 实例属性非之前 要先调用这个方法 这里面我们修改一下 比如说 我首先调用这个方法 这样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这个程序 你可以看到 它就不会 输出错误信息了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定义 当你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此时这个类的实例 就具有了实例属性非 那么我们再引用的话 就不会出现错误 下面来看 如何定义类属性 首先我们知道 什么是类属性 类属性是指 类定义后就存在 而且不需要实例化的 这个属性 我们就称为类属性 那么类属性的 另一个特点是 类属性 使得相同类的不同实例 共同持有相同的变量 换句话说 只要是这个类 它的所有的实例 都具有这个相同的 类属性 如果我们在 某一个实例当中 修改了类属性 那么其他的 这个类的所有实例 它的类属性 都会得到修改 那么这就是类属性 类属性 它在定义的时候 仍然是在类体当中 进行定义 并且呢 在类的方法之外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类属性的定义实例 我们需要在 这个testclass当中 增加一个类属性 直接在testclass类定义之后 我们增加一个类属性 比如说csfa 它的类属性 我们定义为一个字符串 在类的内部 我们要引用类属性的话 直接使用类的名称 点类属性 来引用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要输出这个类的属性 此时我们直接使用 testclass这个类的名字 点类的属性名 这样呢 就可以引用它了 我们要输出它的话 把这个除湿掉 然后呢 仍然实例化一个这样的类 然后呢 调用这个实例的 rnfo属性 方法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到 这个类的类属性 它的值得到了输出 就是这个特幅串 我们刚才讲了 类的类属性 是不同的实例当中 持有的是相同的属性 下面 我们再实例化这样一个类 比如说 保存这个程序 可以看到 这两个类的类属性 它的输出的值是相同的 下面 我们在类外 对类属性进行修改 我让它的值变成0 此时我继续输出tc 这个实例的 属性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到 当我在外部 修改了这个类的类属性以后 这两个实例 tc和tca 它的类属性 都变成了0 那么这就是 类属性的特征 它使得 相同类的 不同实例 持有相同的变性 变量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类的 最有属性 在Ison语言当中 不提供 限制属性访问的 关键字 也就是 我们无法 限制类的各种属性 在类外 被直接访问 但是 我们可以使用 双下化线 开头的变量0 加以标志 那么此时呢 只有类对象 自己能够访问 在类外呢 我们就不能够访问它 另外一种方式是 使用单下化线 开头的变量名 加以标志 应该呢 只有类 对象 及其子类 才能够访问它 但是呢 它也是 非强制性的 一种要求 下面我们来看 最后属性的例子 首先 我们定义一个类 类名为A 然后在它的 init方法中 定义一个 内部属性 它的值为0 然后我们利用方法来输出这个自由图形 然后我们直接实力化这个类 输出自由属性 现在我们试图在内外 修改这个自由属性 我们将它的值修改为3 然后再输出 它的属性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发现 在类内 这个自由属性 被初始化为0 当我们第一次输出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初始化的值 0 当我们再修改 这个自由属性 AB的时候 也就是以两个下划线 AB来引用这个自由属性 算大为3 实际上呢 我们输出的永远是0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根本没有修改到 这个类的自由属性 两个下划线 AB 那么此时 如果我再输出 会看到 另外一个效果 进行它 我们看到 这一次输出的 就是3 也就是我们刚才修改的 这个变量 双下划线AB 那么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 我们在 这个地方 定义的是 自由属性 自由属性在类的外部 是不能对它进行修改的 而 在Python内部 它的实现方式是 当你定义完这个 自由属性以后 Python会自动的 将这个属性名 进行一个修改 这个属性名 在外部 你就看不到它了 当我们 直接使用 A点 双下划线AB 来修改这个值的时候 所以 它会怎么样呢 在这个实例里面 重新定义一个 实例变量 双下划线AB 那它等于3 所以我们访问的时候呢 仍然访问到了 双下划线AB 这个双下划线AB 这个值 和这里面 类定义里面的 实例属性 双划线AB 是不同的 两个值 这就实现了 自由属性 下面我们来看 单下划线 属性的使用 比如我们将 这里面的 双下划线AB 全部改成 单下划线AB 将这个文件 另乘一份 保存名为 private1 这样子里的 双下划线 全部变成 单下划线 保存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发现 和刚才的输出 是不同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面第一次 我们输出的是0 第二次呢 输出的就是3 也就是通过 A点 单下划线AB 我们修改了 这个类里面的 实例变量 下划线AB 为3 所以呢输出的为3 那么我们在 内外调用 仍然输出的是 这个 单下划线AB的值 所以呢 为3 因此 单下划线 开头的自由属性 它是一种 标志性的自由 也就是说 在外部 仍然是可以访问的 那么对于 程序员来说 这种 单下划线 标志的自由属性 是一种 标志性的 而不是 限制性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类的特殊属性 什么是类的特殊属性呢 类的特殊属性是指 类当中用来保存对象的原数据 这里面我们主要介绍 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DOC DOC属性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用来保存类的文档字不算的 然后呢 是Name属性 也就是这个类的名称 DICT属性 这个DICT属性呢 比较特殊 它是用来保存实例属性的 所有属性名 以及它的值的 类似一个字典 Model属性 是用来保存 这个类 它所在的模块名的 Base属性呢 是保存这个类的货类 下面我们在 这个交互式环境下 来演示一下 比如 我们用一个 最简单的类 类体为空 然后我们通过DIR 可以看到这个类 它的特殊属性 其实呢 这个特殊属性 很多的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 行演示 在 幻能片当中 列出的这几种属性 比如 我们演示一下 它的DOC属性 因为这个类 我们并没有定义 它的文档字不算 所以呢 所以呢 除处为空 再来看一下 它的name 看到就是类的名称 就是AB DICT 这就是DICT 这里面保存的一些东西 我们看到它明显是一个字典 字典当中包含了 model main DUC 等等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model属性 是man base属性 是类的 负类 object 那么这就是 类的特殊属性 因此 一个最简单的类 我们定义的空类 它仍然具有这些特殊的属性 那么本节课就介绍类的实力属性 类属性 自由属性 以及特殊属性 这节课的作业是 大家回去定一个类box 具有实力属性长度 宽度 高度 具有自由属性 笔记 笔记呢 有长宽高 计算得来 并且它的每个实力都可以知道 这个类被实力化的数量 然后实力化它们五次 并输出每个实力的 所有属性 分享视频到此结束